仅展三天,八十七神仙卷,首次全卷在央美展出。 作为中央美术学院百年孝庆特殊潜礼《悲鸿生命》之古代名作,八十七神仙卷,真迹将于四月一日首次全卷展出,这也是此幅作品,封存十年后第一次对外展出, 四月一日下午二时起这幅真迹将展现在公众面前淡展出,只持续至四月三日为了方便公众观赏这幅古画。 中央美术学院美术馆将此三天的参观时间延长至晚上八十。 八十七神仙卷,局部,八十七神仙卷,称记属于卷本白描人物画卷场,二百九十二厘米画面主体, 有八十七位道教人物白描画像,其中有三位带有头光的主神,十名武将,七位男仙,六十七名金童与女游画面有端像,左端行进画面没有任何文字卷尾, 赴有1948年,重新装表时的七段提拔由前,之后为徐碑红拔之一,徐碑红拔之二,张大千拔,徐碑红拔之三,谢志柳拔,朱光弦拔,艾克德斯达克拔即逢之一,徐碑红拔之四。 加上提拔装表全画总长,超过十米虽然学术界对这幅画创作年代没有形成定义, 但都一直认定该画为唐宋时期作品距今已经千年之九年延世远的卷画, 其卷丝以朽败是毫无韧性和筋骨, 往往一个轻巧的动作甚至是众人的呼吸, 都有可能对它造成无法挽回的伤害而八十七神仙卷。 这幅作品,真迹从未完整展出过, 甚至最近的一次展画,半幅画展开, 也已经是十年前的事情正因为如此, 为了更好地在观众面前呈现这幅国宝画, 做避免对之产生破坏中央美院美术馆从展厅空气、湿度、温度、安保、 展规设置等诸多方面,做了精心周密的布置方才, 得以迎接这幅古画八十七神仙卷局部徐悲鸿与八十七神仙卷, 现藏北京徐悲鸿纪念馆的八十七神仙卷, 至今现身八零年。 八十七神仙卷,用白描手法描绘了八十七位神仙列队而行, 《朝拜原始天尊》的内容画面已到教, 故事为题材纯以线条, 表现出八十七位神仙出行的宏大长颈神将开刀鸭队, 头身有背光的帝君居容, 其他男女神仙吃番旗、散盖、供饮、乐器等簇拥着帝君, 从右至左号档行进, 这是一幅具有传奇色彩的作品。 1937年5月徐悲鸿在香港购得卖主, 是一位德国籍夫人其父亲曾在中国任, 公知数十年一画中人物数量和身份徐悲鸿将其定名为八十七神仙卷, 并借张大千之口推定其作者为唐代画圣无道子, 他在画后提写的长篇达文以继其事并刻了一枚, 悲鸿生命,印钱于其上随身携带,不离其身, 不料1942年5月徐悲鸿在云南躲避飞机轰炸。 此画遭贼妾幸运的是两年后, 此画又现身成都徐悲鸿, 再次以重金购回1948年, 他为此画重新装表补写, 被窃贼瓦去的拔文重钱, 悲鸿生命,印诱请张大千、谢志柳、朱光潜等人提写, 把文此后八十七神仙卷, 一直位于悲鸿所保存1953年, 他去世后夫人廖静文将此画捐献给国家, 然而与艺术家的赞誉形成强烈反差的事。 当今几乎所有重要的官方编撰的中国历代美术作品、图集, 都没有将它收入其中意, 就是说这幅作品并未进入艺术史各种原因, 或因为八十七神仙卷至今, 身份不明, 有关由于该画无题、 无款、 无印没有任何流传记载所以期来历, 就是一个难解之谜, 它到底做于何时? 又是何人所作? 有人认为它是圣堂古道子的原作。